大家好,我是杰绍,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先赞后看好习惯 同时呢,也欢迎新来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哦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久没有坐下来录影片,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了 这个影片呢,我们就坐在这里,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网友的留言,我觉得有必要今天录这个影片来说明一下 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网友的第一条留言 再次舔台了 这个时候我真的很想用 呵呵,这两个字回复一下 真的,我觉得太无语了 我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我非常的错愕 我舔台 我的妈呀 但是呢,我在我频道这里和粉丝朋友们接触久了以后呢 我学到了一点 那就是,当遇到这种不友好的留言的时候,就视而不见 不回复 也不反驳 就当他们是来为我的频道刷流量来了 其实,我还很感谢他们,你们说是不是 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和我一样感觉到非常的莫名其妙 留言说我舔台的这位网友,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看得出来 我舔台了 我的影片记录的都是日常生活,或者是对比一下两岸有的东西,或者是没有的东西 我都是实事求是的 说出来,我并没有夸大,也没有夸张 也没有无中生有 就比如说,我录过影片说台湾的健保制度比较完善 这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是我个人预创出来的 难道,这个也算是我舔台吗? 还有,我在影片里面也说过,大陆这边如果有人生病的话 大部分都是靠打点滴的 以后说,台湾那边如果有人生病,比较少打点滴 如果这个都能成为我舔台的一个例证的话 我觉得,我无话可说真的 我只想笑一笑 我也拍过关于疫情的两岸防控的政策 我说现在台湾是选择与病毒共存 大陆这边的话还是选择严格的防控 但是,我在影片里面并没有说哪个的政策是比较有用的 我在里面明明说了一句话,让时间来证明一切 听懂了没有?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哪个是正确哪个是对的 我在我的影片中都是非常的理智和非常的客观 来和朋友们一起探导所有的问题 有的就是有的,没有的就是没有的 台湾有的优势,我们要学习 大陆这边有的优势,台湾也要学习 人与人之间不就是互相学习才有进步的吗? 我发现还有人在我猫咪的影片下方留言说 我掌握了流量密码 而且不止一个人这样的说 我真的挺无语的 我养猫咪,这个本来就是事实 然后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加上很多网友留言说想看我家猫咪 然后我就分享出来 这也变成了流量密码 我觉得好奇怪 而且难道他们没有发现吗? 我每一次发我猫咪的影片出来的时候 流量根本就没有多少 都是一两千两三千的流量 这难道很多吗? 这个难道也叫流量密码吗? 我真的是 我现在都语无伦次了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这些人的想法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 感觉太无语了 前两天我分享的影片 就谈到了两岸的汽油价格问题 台湾95号的汽油6块8 大陆95号的汽油是超过了10块 我就说哇,好羡慕台湾哦 汽油比大陆便宜那么多 就有人留言说 我过度美化台湾了 这怎么说呢? 事实就是台湾的汽油比大陆便宜很多呀 大陆的汽油95号真的是超过了10块钱 98号更贵 所以这也叫过度美化台湾嘛 我真的找不到理由 哪个点是美化了 以后我们看一下 各位网友留言吧 他说 别把台湾讲得太美好 我诚实说话 大陆未必都差 台湾未必都好 两边都住过 差别不过在于言论自由 生活精神很有曲度 我们台湾没你说的那么好 我有自知之明 我就回复这位网友说 没有人会十全十美 同样的台湾和大陆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地方 这点我深知 但取长补短不是吗 相互学习才有更大的进步 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的频道到现在已经超过100部影片 我从来没有在我的影片中说过 大陆都差 或者是台湾都差 大陆都好 或者是台湾都好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说过 我只说过 我看到的 在我面前发生的 或者是我了解到的事情 好的就是好的 不好的就是不好的 我从来没有否定过大陆全部都是差的 或者是全部都是好的 我也没有说过台湾都是好的 或者是都是差的 我只是对比我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情 我们这边有的 台湾也有的 就两岸共同有的东西来对比一下 哪个比较好 哪个比较差 取长不短 互相学习 当然了 这只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和想法 并没有代表大陆人 或者是台湾人 两岸所有人的观点 我也在我的影片当中 展示很多我们大陆这边好的东西 就比如南宁这边 吃的 或者是街景 或者是风景 这方面我都展示了很多 当然我也发现 只要我展示大陆这边好的一些东西 就会有一些比较少部分的台湾网友就会说 我是来宣传 其实也有过 但是我不在乎 我并不是这样子 随便你怎么说 就像很多台湾的网友教会我的那样 大陆 酸民也有 台湾酸民也有 你看到他们的留言 就视而不见就好了 就当他们自来为我刷流量就好了 所以我也很感谢很多台湾网友的善良 善心 以后对我频道的帮助 不管是大陆也好 台湾也好 我们现在就把眼光放远一点 就说全世界的人也好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好人 坏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我非常的欢迎和尊重来我影片下方留言的所有的朋友 但是呢 我希望来留言的朋友不要先入为主的去给别人下定义 不管是给我也好 或者是给其他来留言的朋友也好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就是在我影片下方会去攻击别人 或者是给我下定义 下标签 就比如说留言说我舔台的 或者是说留言说我过度美化台湾的 也有人说我来油管这边发影片是为了宣传大陆 其实我想说的是你和我都只不过是底层的普通老百姓而已 又何必酸言酸语 大家互相为难呢 我是做自媒体的 我把我的影片呢 分享到油管这里 只不过是想赚取一点微博的收益而已 而你恰好也看到了我的影片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我的想法和观点 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所以非常欢迎朋友们进来指证和理性的讨论 好了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在观看影片的同时 记得把广告也看完咯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又是愉快的一天 祝大家安好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